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接下来的演讲当中 我让一席掉了粉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本届粉丝不行 好 言归正传 先给大家做个介绍 我叫魏勇 来自北京市十一学校 目前在教高中历史 我教书二十六年 在二十六年当中 有三年是在四川省一所乡村小学 有八年是在四川省的一所乡镇中学 有七年是在重庆的一所重点中学 这之后八年到现在是在北京市十一学校 我相信在座的诸位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体验 就历史学习是怎么学的呢 我给各位总结一下三个步骤 上课记笔记 考试背笔记 考完撕笔记 所以有人就给历史这个学科取了一个音乐家的名字 背多分 一背分就多 不背呢 孙思淼 孙思淼是唐朝的医学家 他的名号叫药王 不背 就药王 这就是我们学习历史的一个常态 说实话 我从站上讲台开始 第一天我就不想赵文宣科的教书 但是呢 基层的学校又有强烈的应识需求 所以我采取了一种 崭新的教学方式 叫做精神分裂教学法 我要告诉我的学生 正常的思考和课堂讨论 我们要用一种思维方式 理性的 应试的时候 你要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 你要知道 命题的人 希望你提供什么样的答案 基本上我就是在这样一条 妥协的道路上 走了十来年 直到有一天 我收到了一个学生的一封信 这封信 是我在重庆教书的时候 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 写给我的 他优秀到什么程度 他是我们全年级一千多人的第一名 当时他把这封信 在走廊上交给我的时候 我挺高兴 结果我把信拆开一看 我发现 这个学生是批评我的 他不喜欢我上的历史课 他心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魏老师 我恨你 佩服你 同情你 希望永远都不要遇到像你这样的人 我根本不关心中国的什么制度 什么真相被淹没 什么不公正的评价 我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成绩 我觉得那些很无聊 是自找苦吃 我不要痛苦地生活在真相中 我愿意随大流 愿意愚昧地 快快乐乐地活一辈子 说实话 这个看法有错吗 也没有错 尤其是如果放在 一个五六十岁的人的身上 就更没有错 但是他才十五六岁高一 我感觉很难过 未曾年轻就已衰老 未曾希望便已绝望 未曾追求便已放弃 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 就没有了好奇心 那他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我很残忍地想到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二十岁就已经死了 八十岁才埋 你没变化嘛 这一辈子 所以这个事情就促使我 我要彻彻底底地 告别应试教育 不管别人怎么说 于是呢 我很幸运 有机会到了北京 北京呢 相对宽松一些 尤其是十一学校 正好我赶上了改革的年代 一种崭新的教学观念 正在学校里面 普遍地铺开 这种观念呢 跟我的教学观一致 简单地说 这种教学观念是什么呢 开脑洞 上课要给学生开脑洞 就是我们在讲鸦片战争的时候 必然要讲到南京条约 一说到条约 我们 所有的人几乎条件反射式地 想到一个词 丧权辱国 如果我们就这样交给学生 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有哪些内容 那学生有脑洞被开吗 所以不能这样 我们借鉴了数学上的分类讨论 这个思想 南京条约里面 有没有对中国实际上 有利的 可以接受的 找出来 不利的 找出来 你觉得说不清的 找出来 这样一分类 那么学生的思考 就更加缜密了 比如说关于开放通商口岸 就形成了争议 有的认为开放通商口岸 方便来西方列强 掠夺我国的经济 原材料啊 赚我们中国人的钱啊等等 但是也有同学提出了反驳 清朝开放通商口岸 其实对中国有利 利大于弊 因为大清国的通商口岸 就是现在的特区 所以这样的课下来之后呢 学生他就会慢慢地 喜欢这个课 再有 我们在讲到 领事裁判权这个问题的时候 诸所周知 领事裁判权是指 外国人在中国和中国人 发生了司法纠纷 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而交由外国领事 根据外国的法律进行制裁 这明摆的是欺负人的吗 但是我们上课要给他开脑洞 你要换位思考 生活当中换位思考 学习律师也要换位思考 英国人提出领事裁判权 有没有它的合理性呢 各位可以想一想 当时中国的司法体制 是画面上这样子的 被告 跪在县道老爷面前 两边牙齐 微舞一吼 然后 被告你招不招不招 重打四十 那英国呢 一个法官戴着假发 背后是陪审团 下面是控辩双方辩论 最后陪审团裁决 有罪无罪 如果不服 提起上诉 也不用贵 也没有大行伺候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你穿越到那个时代 你愿意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下 被审判 还是在英国的司法体制下 被审判呢 所以这个问题就很明白了嘛 他提出领事裁判权 并非就是仅仅为了欺负你 这可能反证出 我们的司法体制当中 有落后的 需要改革的东西 这不就开脑洞了吗 又比如 我们讲义和团 讲太平军 我们教科书都对他们 进行了高度的肯定 义和团是反帝爱国运动 太平天国是2000多年 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和 清朝封建统治等等等等 虽然有缺陷 都是侠不掩喻 是这样的吗 我们开一下脑洞 如果义和团成功了 它的灭洋的计划成功了 洋人全部杀掉赶走 洋人的轮船火车全都给拆掉 朝尘 中国会更美好吗 太平天国是失败了 如果它成功了呢 以天王洪秀全 在南京的所作所为 你会觉得 它统治中国 会比大清会更好吗 所以 上课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 给学生打开一扇一扇的窗户 把课堂和教科书的围墙 一道一道地慢慢地拆掉 你就会发现 历史原来是特别有魅力的一个事情 并不是贝多芬 那是对历史学科的一种偏见 又比如我们讲 独立战争 我们都知道 独立战争是怎么来描述的呢 说它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 是正义的 进步的 华盛顿是杰出的政治家 对不对 我们要这样交给学生吗 No 不能这样上课 我们还要听一听 它的敌人怎么看待独立战争 怎么评价华盛顿 所以我们这个课堂 就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 首先呈现双方的立场 美国的纪录片 美国我们的故事 讲我们美国独立多么正义 然后我们再放一段BBC的纪录片 讲这场战争就是 They rebel 叛乱 各自有自己的理由 然后各位同学 你们讨论一下 这是分裂 还是解放战争呢 当时这个课 这个环节一出来 学生就很激动了 结果很意外的是 学生还没有来得及举手 听课的老师要求发言 那天听课的老师当中 有英国老师 也有美国老师 他们就有可能掐起来 当时我心里面 很高兴 但是这位英格老师 他是这样来说的 这位理由于英国的战争 跟英国 之后 之后 当他们被解放战争 他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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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只会讨论 他们只会讨论 为了很小的民族 为了很富贵 例如 George Washington 他讨论是奴奋 两位美国老师 两位美国老师 对英国老师的说法 他实在是找不出反驳的理由 他们就简单地说了一下 英国老师说的是对的 就放弃了自己国家的立场 你知道吗 当这堂课上下来之后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 就是 为什么 他们在民族国家独立 这些问题上面 我们认为很敏感的问题上面 他们不敏感 作为一个美国人 你怎么能够 接受英国人 这些胡说八道的说辞呢 就像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能接受 大东亚圣战的说辞吗 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为什么呢 后来我琢磨了一下 我发现 可能是 人类社会的进步 它有一个典型的趋势就是 以人类社会逐渐地脱离 敏感为前提 越往后的社会眼镜 人类敏感的东西越来越少 你越往前 你就会发现 人类敏感的东西非常之多 过去 在我们中国古代 皇帝是个敏感话题吧 你敢说皇帝吗 满门操展 对不对 真操是个敏感话题吧 你敢议论某个人 作风有问题 没准人家就投何自尽了 对不对 人家的家长就打上门来了 但是现在 议论谁的真操有问题 谁也不会投何自尽 因为大家不敏感了 觉得 对不对 这是堕落还是文明啊 我认为是文明的表现 我之所以在教学当中 愿意用这样的方式 跟学生相处 上课 其实源于 我对历史教学的一个 根本性问题的思考 那就是 我们这个历史究竟是 教什么的 我们都学了历史 各位 教什么 学什么 学来有什么用 一般我们都认为 不就是教历史知识 和历史上的那些结论吗 让我们了解它 然后以史为鉴 可名心衰 这句话 说实话 过时了 你开发程序 需要知道心衰成亡吗 不需要 你是医生 你做手术 需要心衰成亡吗 不需要 那大大多数人 其实学历史的意义 就没有了 如果要说借鉴 心衰存亡的教训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历史 不但我们 西方国家也学习历史 而且他们非常重视历史 像美国的话 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都有历史 意义在哪里呢 实际上我们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学历史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社会 它有什么贡献 我觉得最大的贡献就是 学历史 或者说我教历史 是为了帮助学生 学会怎么思考问题 你可能可以不知道 秦始皇是什么时候统一中国的 可以不知道哪次战争是哪一年爆发的 没问题 但是呢 思维方式要沉淀下来 这是我们历史要教的 或者说也是学生学历史要学的 基于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会有前面给各位分享的那些教学案例 就不那么在乎知识的细节 一定要让学生记住了 反而呢 课堂当中 学生和老师都获得了自由和解放 通过在北京这些年的这些教学实践 慢慢地我感觉到了 我的学生 他们有一些变化 首先 有些学生 变得呢 不那么听话了 有一次 有一个老师听完我的课 很气愤 他说 问老师啊 你这样讲历史会把学生搞乱的 把他的思想搞乱 我说 搞乱了就对了 他得先乱 我们人的认知过程是什么 第一步 学会相信 第二步 学会不相信 第三步 学会再相信 你得经过不相信 质疑 没有经历过质疑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 对不对 有一年 前我有一个学生 给校长写了一封信 批评学校的军训政策 这封信内容很长 很有说服力 其中 有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 因为校长把这封信 转给了我们老师 让我们讨论 怎么改革军训 这学生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军训是无意义地付出 无代价地牺牲 就是目前的军训 战队啊这些 这句话倒不是他最精彩的 而是他为此而进行了论证 以至于打动了校方 必须要进行军训改革 把传统的军训 变成野外的拓展 训练 有主题的 这样的野外活动 对于这个结果 我很高兴 我很欣慰 我欣慰我的学生 他能够这样地 进行独立地 看待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 因为教育是干嘛的 说白了 教育不就是要培养学生的 三个要素吗 要让学生具备这三个特点 第一 一 独立的思想者 第二 终生的阅读者 第三 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 独立思想是第一步 所以我很欣慰 当然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也让我很欣慰 这件事情算是锦上添花 就是这个学生 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所以在北京这几年 我体会到了这样一点 给大家分享 这是我以前在地方上没有的意识 那就是主动出击 倒逼改革 先说主动出击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天 我跟我们北京市的高考命题小组的负责人 一块喝茶聊天 他是大学的教授 聊到了高考啊 教育改革啊 这些话题 我就提出了一个质疑吧 我说你们命题的时候啊 能不能把历史题命得灵活一点 考察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不要考得那么死 让学生去钻那种很偏很深的那些细节知识 他说不行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不了解 他说命题是这样的 主要成员是大学老师 而大学老师被抽去命题的时候 很多人是不太乐意的 因为要封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你的命题又不能作为它的学术成果 他为什么会特别乐意呢 所以命完题之后 专家们只关心一件事情 考完试上完一看大家的反应 骂不骂命题者 如果大家波澜不惊 好 行了 这是任务交差了 所以命题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不挨骂 降低风险才能不挨骂 如果命题向思考的深度延展了 用那位教授的话来说 你们就会骂我们 命的题脱离了中学时机 我们不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维持稳定 维稳 他说除非你们中学教学变了 你们变得比较灵活了 变得有能力导向 素养导向了 那么我们命题的时候才改变 这样的话我们接到欢喜 当时我就急了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高考是指挥棒 你们不变 我们敢变吗 你们不动 我们敢动吗 我发现 我们中国的改革 尤其是教育的改革 当然其他方面的改革 我不太清楚 很多时候就卡在双方都不敢动 这样一个情况当中 双方都怕主动会带来风险 我们十一学校当时 在2012年 2011年的时候 启动了一场教学变革 就是开设大学的先修课 在美国叫做AP课程 针对拔尖学生的 之所以开 是因为我们觉得 这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 必经之路 这已经被世界各国的经验 普遍证明了 就是在中学生当中 对一些拔尖学生 要提前培养 但是呢 这个事情 做的话 对学校来说 没有任何功利的回报 因为高考不会加分 学生做这个事情 他也得不到回报 那我们做不做了 当时我们学校就决定 要做 什么结果呢 我们默默地 没有任何回报地 做了两年 然后突然有一天 北京大学表态 我们要开设AP课程 中国的大学先修课 我第一次去北京大学 培训的时候 北京大学的那个招办主任 现在是考试研究院的院长 秦春华教授 他就讲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我们要开设 其中有 开设大学先修课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 你们一些中学 已经率先动起来了 比如像四中 北京四中 像北京十一学校 等学校 已经动起来了 我们再不开这个课就不好意思了 所以他们要做出回应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倒逼出的改革 如果所有的基层学校 因为没有回报 明明是正确的事情 不去做 那这个改革可能就会来得比较晚 甚至有可能永远都来不到 再也就是我个人的切身体会 我刚刚到北京的时候 我还是有那么一股子的热情 我前面不是说了吗 我要还历史教育 以本来面目 刚开始 我抱着这个想法 在我们学校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孤单的 没有多少人理解 没有多少人理解 好在呢 我这个人呢 在这方面有点迷茫 爱谁谁 反正我就要按我的 开脑洞的方式来上课 过了一段时间 慢慢发现 有些同事 他就走向了你 有一次 我从我们同组的 一个同事的教室门口过 我无意当中 听了杰尔多他的话 他讲的内容 跟我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一样 使用的资源是一样的 设计的问题是一样的 课堂的模式是一样的 讨论似的 我当时特别高兴 我找到了安全感 因为与你同行的人越多 你越安全 对改革者来说尤其如此 慢慢地我就发现 走近的人越来越多 最后我就成为了 我们历史学科 历史一的负责人 我把我自己的这些教学资源 PPT教案 拿出来全组共享 然后编了一本教材 全组共同使用 于是与我同行的 就不再是一个人两个人了 是整个组 然后我们那些分校 觉得这个教材好 分校也拿出去用 于是与我同行的 不仅是我的教研组 还有别的学校的一些同事 这样的话 这个路慢慢地 就走得越来越宽了 所以这个 是我在北京这几年 最大的收获 就是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 你一定要主动 不能等 你不能等这个政策 自上而下地实施了 然后你安全地去执行 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的 变这个历史关口 还处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好多事情是前人没做过的 必须要有那种主动出击的精神 各位想一想 当初包产盗户是怎么来的 是小港村的一些农民 立了生死状 先在基层 包产盗户搞了 然后效果不错 农民第二年吃了饱饭了 安徽省委一看 这个不错 报到中央 中央一看 这个不错 好 全国推广 这不就倒逼出了改革吗 深圳是怎么来的 深圳是最早的特区 那个时候跟内地就是不一样 它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当中的 一款石头 扔到了广东 扔到了这个小渔村 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结果一发现呢 深圳搞得不错 于是就从四个特区 变成14个沿海开放城市 再向内地辐射 到今天为止 全中国都是深圳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园林里面 曾经阐述过这样一个 很重要的思想 他认为 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 其实无非就是 自发秩序的扩展 自发秩序从哪里来 从基层 从民间 李鸿章说 洋务运动时期是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实现在才是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希望我们在座的诸位 都能够主动出京 去寻找我们自己领域的 发展方向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